亲爱的地区姐妹 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向你问好 我很高兴又能够和你在 《拯救时刻》节目中会面 我感到十分欣慰 神借着这个节目 在你的生命中行了歧视 这表明他是一位美善的神 因这样神的美善 我深信他在你身上 所开始的善功 他必要完成这功 上个星期我们讨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就是口中的言语与得释放的关系 也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言语与得释放的关系 圣经中许多得胜的战役 都是靠着神的话语成就的 神的话语摧毁了许多黑暗的权势 世界上最有能力的武器 不是枪 不是刀 不是导弹 而是口中的言语 从历史里我们看到 话语所造成的伤害 远超过任何武器 主耶稣说 我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话语并不寻常 话语不会突然返回 我们所说的话 必要成就一些事 现在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这个武器 你要好好地使用它 上个星期我们看了创世纪第一章 有些事情在大地上发生 于是大地变得空虚混沌 神就用祂的话语 重建大地 让它恢复往日的光彩 难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样说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 所以神借着祂的话 建立了这个世界 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你的话语 来建立你的世界 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了 无论是生物或非生物 都能够明白你所说的话 难怪神会叫摩西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来 难怪主耶稣对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发出责备 他马上就哭干了 难怪主耶稣命令咆哮的风和浪平息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听从 主耶稣的门徒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 圣经记载 他们看到这一切 感到非常的稀奇 就说他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这也是百夫长对主耶稣所说的 主啊你不需要到我的家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好了 于是主耶稣对着百夫长的仆人 说出医治的话 空气就沉在着主耶稣的声音 这些话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 我们拥有着威力浩大的武器 换句话说 即使你在家 也可以用话语来掌控别国的事情 你口中的言语不需要任何签证 你口中的言语不需要经过移民厅的批准 所以你可以拆遣你的话语来传达信息 当你的话语里头带着神的能力的时候 他将要成就大事 上个星期我们说过了 并不是小石子打死了哥利亚 而是大卫所说的预言 杀死了哥利亚 哥利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以为大卫只是以小石子和杖来攻击他 哥利亚说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 但是大卫回应说 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 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 大卫对哥利亚发出预言说 今天我要把你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做食物 就是这些话语杀死了哥利亚 就是这些话语承载着小石子 击中了哥利亚的额头 这个巨人从年少就开始杀人 竟然死在一颗小石子的手里 哥利亚穿着全副的军装 他拿着盾牌和剑 然而因着大卫所发的预言 他竟然死在一颗小石子的手里 有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也好像哥利亚 有一些很顽固的境况 就像哥利亚 有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 就像哥利亚 当大卫要挑战哥利亚的时候 他的哥哥给他泼冷水 他们告诉大卫 你回家去 看守那些在旷野里头的羊群吧 他们说你要面对的这个巨人 他从年幼就击杀了无数的人 有些境况看起来是非常的牢固 从我们人的知识来看呢 这种的情况是非常艰难的 它可能是癌症 癌症是非常顽固的疾病 当医生告诉你 你患上癌症的时候 你感到非常沮丧 他们可能会告诉你说 先处理好你的家 他们可能告诉你 这是非常罕见的癌症 他们可能告诉你 患上这种癌症的人 大概都不会活得太久 他们也会给你一些的医药数据 告诉你大概只有1%到5%的存活率 所以他们在你面前所画出的画面 就好像巨大的哥利亚 不要害怕哥利亚的高度 不要害怕哥利亚的力量 不要惧怕哥利亚一切的武器 不要为着哥利亚所杀过的人的一切的这些见证来害怕 不要害怕哥利亚所创造的历史 你所要做的就是发出宣告 你所要做的就是咒骂哥利亚 你要对负面的环境发出不妥协的话语 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 那一位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 住在你的生命里头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对人来说有些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神来说凡事都能 你需要谦卑地回转像小孩子一样 忘记你在学校所学过的知识 忘记科学所教导你的理论 只要单单相信神的话 当你说出神的话语 他就带着属灵的能力 当摩西把职责转交给约书亚 我以为摩西会把他的袍子交给约书亚 告诉他这个袍子能够使他得释放 我以为摩西会把袍子交给约书亚 对他说这袍子是我成功的秘诀 我以为摩西会把袍子交给约书亚 告诉他说这个袍子使得我能够脱离法老的手 但是摩西并没有这样做 当摩西转交职权给约书亚的时候 他所转交的是大有能力的东西 摩西告诉约书亚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这就是摩西成功的秘诀 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摩西告诉约书亚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当神的话语在你口中的时候 你可以摧毁一些的国度 当神的话语在你口中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胜过那邪恶的执政掌权者 当神的话语在你口中的时候 你可以使公义如滔滔的江河般涌出 当神呼召耶利米 他首先把神的话语放在他的口中 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看到 从第八节开始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看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 拆毁 毁坏 清腹 又要建立 栽质 当神要在列国建立耶利米的时候 当神要赐给耶利米权柄来掌管列国的时候 神并没有赐给他政治的权利 神没有给他一支强大的军队 神没有给他枪和刀 神所赐给他的是比军队更加的有能力 神所给他的比机关枪更加的有能力 神给他什么样的武器呢 神按着他的口 神说 我已经把话语放在你口中 借着你口中的话语 你有权柄 向万民宣告 你在言语上所拆毁的 都要被拆毁 你在言语上 所建立的国度 都要被建立 你口中命令 要枯萎的 都会枯萎 凡是你吩咐 要成长的 都会成长 主耶稣也给了你这样的权柄 你要斥责 癌细胞枯萎 他就会枯萎 当你去斥责体内 那不好的肿瘤的时候 这个肿瘤要缩小 可能在你的生命里头 有些美好事物已经枯萎了 你可以用言语 叫它起死回生 可能在你的生命里头 有些东西不是神栽种的 你可以命令它连根拔起 这完全出自你口中的言语 请记得真言十八章 二十一节所说的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你有这大能的武器 千万不要静默不去使用它 请站立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为着今天来感谢你 谢谢你把你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口中 正因为我们口中有你的话语 我们现在宣告 我要宣告凡事不是神所栽种的疾病 都要连根拔起 凡事临到你儿女身上的问题 这些的问题是那么的有能力 就好像哥利亚一样 靠着你口中的话语 我咒诅这哥利亚 我命令这个问题要离开 这个时候我象征了一些 临到你儿女身上的风暴来宣告 风浪你要平息 我说风浪你要平息 我说风浪你要止息 放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让你的平安 临到你儿女的身上 谢谢天父垂听祷告 我知道今天主在你的身上 行了奇妙的事 恭喜你 写信告诉我们 神在你身上的奇妙作为 期盼下个星期再见你 愿神赐福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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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